《文匯報》今天報導指 疫統戰遊戲背景喘改歷史 抹黑港警 奸殺抗爭者 將殺人毅莊成自殺 太子站打死人 報導還引述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說 遊戲製作團隊雖然不在香港境內 但可能已經觸犯港版《國安法》 開發團隊今天在社交平台IG貼出《文匯報》的報導 並寫道 嘩!頭版、彩版、傳版廣告!感謝香港《文匯報》 時隔4年終於再度報導《易統戰》 《文匯報》還點名攻擊曾被遊戲團隊名謝的 香港遊戲工程師鄭立 鄭立回覆本部記者查詢時表示 他並非《易統戰》的賣家、買家、玩家或者創作者 猜想可能是因為《易統戰》團隊玩過由他參與製作的 被中共禁止的遊戲《民國無雙》 身在海外的鄭立表示 希望《文匯報》繼續宣傳更多他的作品 另外昨天有親共團體保衛香港運動 前往灣仔警察總部速請取替《易統戰》 《易統戰》開發團隊台灣境外戰略溝通工作小組 昨天發表聲明 否認遊戲抹黑中共 稱中共雖然是遊戲中的反派 但與現實相比 遊戲中的中共顯然已經是大幅美化之後的版本 團隊也表示 玩家不只可以扮演反共陣營 也可以扮演紅軍 為保衛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謂的國家安全而戰 團隊歡迎所有政治立場不同的玩家體驗遊戲 也希望中共當局以更開闊的心胸支持中國自身的遊戲產業 據了解 在《易統戰》遊戲中 玩家可以扮演香港、台灣、邊疆民族、華夏反賊等反共陣營 顛覆中共政權 也可以扮演中共紅軍、鎮壓反對力量及入侵台灣